你们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轮胎跑慢气 开不了几天就需要给轮胎充气 你去轮胎店做检查 既没有发现破损被扎 也没有找到哪里漏气 就算你更换了新轮胎 过不了几天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就把轮胎的外胎拆下来 看完它的轮骨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轮胎和轮骨之间就脱离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轮骨的两侧边上 可以看到轮骨的两侧边上 有一些黑黑的粘东西 这些粘东西就是我们之前拆卸旧轮胎时 轮胎边上残留的一些橡胶物质 以及一些氧化物质和泥巴沙子等等 这些就是 如果在补胎或者更换新轮胎时 不把轮骨边上的这些杂质清理掉 这样安装上去的轮胎 这个边上就不能够与轮骨这个边上 很好的贴合 这样密封性能就变畅 所以后面又会跑慢气 所以我们平时去轮胎店更换新轮胎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 一定要提醒师傅 叫他帮忙用沙子或者打磨机把它清理掉 然后再安装新的轮胎上去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车辆长期停放不开 然后轮胎也会出现亏气 这就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因为整个车身的重量 加上轮胎与轮骨之间 这个顶的接触面受力不均的原因 加上空气中的热胎冷缩 所以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出现漏气 你们明白了吗